父义伟三十岁儿子去世 报死因是心脏骤停猝死 中系老师悲痛悼念 十月七日 一则令人悲痛的噩耗刷遍全网 知名演员父义伟 而儿子高乐男不幸离世 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岁 本职大好年华却猝然离世 外界对高乐男的去世原因也一直众说纷纭 高乐男去世之后 其同班同学张新颖率先证实了这条消息 其中还表明高乐男的去世原因并非外界传闻的抑郁症 生活中的高乐男性格乐观开朗 针对其他细节 张新颖并未做出过多解释 此外 高乐表演戏老师朱军平也特意悼念 连发三个大哭的表情 早在2015年 朱老师就曾经发布与高乐男相关的动态 并将对方亲切换作小帅哥 可见私下关系非常好 高乐男突然离去朱老师也是悲痛万分 难以接受 因为高乐男私下性格明朗 人缘颇好 很多与其有过交情的友人 也纷纷发声表达不舍 从周围人的表述中可以得知 高乐男上个月还与好友联系 声音铿锵有力 看上去并无异样 春节期间还曾参加朋友聚会 几个月前还与大家一起喝酒 以至于看到其突然离世的消息 很多朋友都觉得难以置信 一时之间不能接受 另外 有知情人士透露 30岁的高乐男系意外猝死 原因是心脏骤停 此前并没有任何患病征兆 一个星期前也都好好的 可以想象原本健康无恙的高乐男走得如此匆忙 给其家人带来了怎样沉重的打击与悲痛 据了解 高乐男系傅义伟与第二任丈夫高度的独生子 早年傅义伟与第一任丈夫杨小丹分到杨镖后 与北京舞蹈学院的高度坠入爱河而后组建家庭 婚后第二年 两人便迎来了聪明可爱的儿子 只可惜好景不长 傅义伟的第二段婚姻也仅仅维持了八年便宣告终结 离婚之后 傅义伟一直带着儿子一同生活 母子二人一路走来相依为命 可以想象为了将儿子抚养成人 傅义伟花费了多少心思与精力 为了带儿子顺利出道 此前傅义伟便动用人脉资源为儿子争取资源 在此情况 高乐男便以心念孔的形式参演了管虎指导的电视剧紧急链接 因为天赋优异 勤奋努力 后来的高乐男也如愿考取了中戏 成为一位专业科班演员 在校期间高乐男便经常登台演出 展现出卓越不凡的表演才能 倘若傅义伟后期没有爆出负面新闻 儿子高乐男的演艺事业应该会一片坦途 对此傅义伟也曾表示自己对儿子有太多亏欠 不过傅义伟犯下的错误并未使得母子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 据悉 懂事成熟的高乐男与父亲高度也一直保持亲密往来 此前还曾经公开为父亲庆生 表示父亲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截二连三的经历重大人生波折 甚至还痛失爱子 不少网友相当关心当下傅义伟的状况与境遇 在此也希望其能节哀顺便 早日走出悲痛 带着儿子未尽的心愿好好生活下去 警惕 胸门呕吐可能是心脏骤停预兆 半数心脏骤停都有预兆 男女典型症状不同 心脏骤停的发生通常被认为是突如其来的 其实很多患者发病前都会有预兆 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 数字健康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 一半经历过心脏骤停的人在 24小时前都有明显的预兆 本文结合新研究并邀请专家 教你识别心脏骤停的预兆 以及如何科学预防 男女心脏骤停有不同预兆 美国西达斯西奈斯密特心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1672名心脏骤停患者的数据后发现 50%经历过心脏骤停的人在24小时前都有明显的预兆 并且男女性的症状不同 对女性来说 最明显的症状是呼吸急促 男性则为胸痛 另外 还有一少部分男性和女性都经历了异常出汗和癫痫氧发作 男性心脏骤停多与关心病急性发作有关 比如心肌梗死 心肌缺血等 发作前可能胸痛 女性关心病发病率要比男性少很多 而且对胸痛也不是很敏感 容易忽视 因此呼吸急促相对而言表现得更多些 心梗不等于心脏骤停 简单来说 心梗就是心脏血液循环出了问题 当心脏冠状动脉被阻塞 导致部分心肌血液供应被阻断 就会发生心梗 不过 心脏还会维持有效输出 人仍然清醒 但心脏骤停 通常是心脏电路出问题了 当心脏跳动的指令发送失败 会使心脏突然或意外停止跳动 此时人已经昏迷 停止正常呼吸 不能被唤醒 一般心梗不会引发心脏骤停 但心脏骤停的发生 很多情况是心梗导致的 有过心梗经历的人 如果不及时治疗或定期检查 很可能发展成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发作前后关键点 心脏骤停的诱因有很多 常见的是心肌梗死 心衰急性恶化 大动脉动脉流破裂 恶性心律失常等 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 心脏骤停是最危急的一种 表现为心脏的泵血功能突然停止 致死率很高 发作前 身体曾多次提醒你 在心脏骤停发生前 身体会出现一些预警信号 及时识别这些信号 或可以避免意外发生 发作前一个月 心脏骤停发作前 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提醒人体 疼痛传递的位置具有不确定性 胸闷 总想长出气 胸痛 突发的 剧烈的疼痛 伴随心慌 呼吸不畅导 腹痛 且疼痛有加重 范围越来越大的趋势 尤其半头晕 胸闷 气短等 与以往胃疼 有差别 牙疼 尤其是一泪 就牙痛 一生气就牙痛 或是劳累 激动后牙痛加剧 这种痛往往累极多颗牙齿 不明原因的恶心和呕吐等 发作前一个小时 上述症状越来越严重 并且可能会有突发意识丧失的现象 如晕厥、全身抽搐或持续性意识丧失等 这预示着心脏中的一支冠状动脉 马上就要完全堵塞 心肌缺血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是阻止心脏骤停发作的最后机会 要尽快到医院诊治 避免心脏骤停的发生 发作时 把握黄金四分钟 心脏骤停的抢救 黄金时间只有四分钟 如果在四至六分钟内不能予以复苏 大脑等重要器官就会严重缺血缺氧 导致生命终止 判断心脏骤停 根据以下三点 意识停止 大声呼叫 拍一拍对方 看是否有反应 呼吸停止 跪下来平视患者胸腹部 观察有无规律性起伏 心跳停止 主要判断有无颈动脉搏动 食指中指并拢伸直 至于患者喉结旁开两指的凹陷处 用指腹感受是否有搏动 如果患者心脏骤停 首选自动体外除颤气 一地进行心肺复苏 若无法立刻取得一地 应立即实施人工心肺复苏 同时拨打120 预防心脏骤停的三个要点 老年 有心脏病史 心功能不全 心率失常 有心脏骤停 或猝死家族病史的人 都是心脏骤停高危人群 为了防范突发心脏骤停 建议大家在生活中做好三点 第一 生活节奏有张有持 无论年轻还是年老 都不能过度透支健康 连续熬夜 加班 心脏得不到休息 就可能诱发心脏骤停 第二 不要过量饮酒 吸烟 喝次机性饮料 如咖啡 能量饮料等 这些行为都可能诱发 急性心脏病发作 第三 是肚运动可强身健体 但需要避免运动过度 运动食心率过高 容易给心脏造成巨大负担 建议每周进行三至五次 每次三十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 运动前先充分热身 高危人群运动前 最好先到医院评估心肺功能 高危人群需要定期接受关脉 CT 心肌核素扫描 动态心电图等针对性检查 通过更专业的手段 及早发现高危诱因 与此同时 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 血脂异常等慢性疾病 以及有抽烟 喝酒 晚睡 熬夜 生活压力大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都属于重点筛查人群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 最悲壮的场面莫过于送别亲人 最难割舍的真情莫过于亲情 对每个人来说 至亲的离去 让我们不得不经历一场情感休克 丧亲之痛经历四个难关 人世间有许多惨剧 失去亲人是最大的痛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 红军表示 心情是一根看不见的线 它连着不能割舍的血缘 如果有一天这根线断了 这世界上与自己有最深厚血肉和心理连结的人 将再也无法在形体上与我们接触 我们的心理和生理都会受到严重创伤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 伦理特别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丧亲所致的悲痛显得格外深重 红军说 痛失亲人后 生理上可能有疲乏不振 失眠 坐立不安 食欲障碍等症状 心理上会经历四个阶段 休克七 情绪上出现焦虑和悲伤 否认丧失亲人事实 自责七 为对适者生前尽到责任 有些人会产生愧疚 甚至认为自己对亲人离去应负有主要责任 经常精神恍惚 茶饭不思 抑郁期 过度沉浸在对已是亲人的思念中 对生活失去兴趣 夜间常有噩梦 失眠等 恢复期 身心渐渐恢复常态 开始适应新生活 从丧亲的阴影走出来 一般要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红军强调 如果丧亲之痛异常严重 和持续不断 以致不能恢复正常生活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时 建议尽快进行心理治疗 警惕罹患复杂性哀伤或重度抑郁症 如何尽快从丧亲之痛中摆脱 用泪水疗愈痛苦 尽快从丧亲之痛中摆脱出来 首先应直面并接受悲伤和痛苦 不必刻意隐瞒自己的脆弱 不必勉强自己迅速恢复正常 而是承认眼泪能愈合伤口 不妨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宣泄 比如 在亲人挚友面前嚎啕大哭一场 将眷怀之情向朋友倾诉 或用书信 日记等形式 把对亲人的怀念写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泄后 要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比如 投入到紧张充实的工作中 发展新的兴趣爱好 搬到亲朋好友处住一段时间 规划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按轻重缓急安排好时间 再一一完成 用逝者的精神鼓励自己 把自己对逝者未完成的心愿表达出来 想象亲人在世时激励自己要勇敢的画面 想象他对我们的期待与支持 想象在一起时愉快的场景等 重新找回信心和力量 并懂得珍惜亲人和自己 最根本在于爱的转换与传递 把对逝者的追思与遗憾 转换为对其他亲人的爱 对朋友的爱 甚至对社会的爱 比如 参与更多的公益活动 从小事开始帮助他人 对身边亲人更多关心 我们收获的温暖回馈 能弥补爱的丧失 身边人学会倾听和鼓励 陪伴 尽量陪在丧亲者身旁 并帮助处理好丧事 提供具体的帮助 让其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倾听 倾听对方的感受 鼓励其表达情感 哪怕对方痛哭流涕或歇斯底里 都让其尽情发泄 倾听时不必说过多言语 可适当肢体接触 让对方感受到关爱 鼓励 引导对方走出来 鼓励其尝试新生活 不要说空话 套话 避免不现实地要求对方往好处想或淡化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 提供帮助的人 既要分担他们的痛苦与悲哀 又要与其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 避免他们绝望或过分依赖 最后 红军强调 对亲人最好的寄托和思念 应该是雾透生死离别 勇敢地挑起社会和家庭的重担 坚强 乐观地生活下去 老年人如何摆脱丧偶之痛 人到老人都会经历丧偶之痛 心理学家也说明 丧偶是震撼人心的事情 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是非常沉痛的打击 那么如何应对丧偶引发的心理障碍呢 看看下面几种心理调节办法吧 据心理专家分析 丧偶老人的精神世界 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 自责 与老伴撒泪告别之后 总觉得对不起逝者 甚至认为对方死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于是精神恍惚 心理负担沉重 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言行上还会出现一系列反常现象 怀念 老伴逝世后 生者在剧烈的情感波涛稍稍平息之后 会进入一个深沉的回忆和思念阶段 在头脑中经常出现老伴的身影 时而感到失去他 他之后 自己是多么的凄凉和孤寂 恢复 在亲朋的关怀和帮助下 自己终于领悟了生老病死乃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这个道理 于是 理智战胜了感情 身心渐渐恢复了常态 从而 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 又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一 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老伴过世后 原来的生活方式被改变 此刻孤独与不是加重 应当重新调整生活方式 减少对旧时生活方式的眷恋 家庭中 夫妻关系学是最重要的依恋关系 一旦丧偶 这种关系被无情地摧毁了 这时需要子女 亲友去建立 填补一种新的更加和谐的依恋关系 方能有效地减轻哀思 二 避免自责 老年人丧偶后 有些人就会责怪自己对不起老伴 这种自责 内疚的心理使老年人整天哀声叹气 愁眉不展 削弱了机体免疫功能 常诱发其他躯体疾病 以致过早衰老 三 再婚有力摆脱孤独 阻碍散偶人再婚的重要心理障碍 一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和所谓道德的自我尽同 二是来日家庭的反对 三是老年再婚择偶条件苛刻 四是受财产继承的制约使老人再婚难成 近年来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丧偶的老年人再婚率在不断增加 鼓励老年人再婚有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 这种观念再逐步被更多的老年人及其子女们所接受 四 正确对待丧偶的现实 首先应认识到人的生 老 病 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失去了几十年朝夕相处 休期与共的老伴 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但这又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要冷静地劝慰自己 对老伴最好的怀念就是自己多保重身体 更好的生活下去 五 转移注意力 经常看到老伴的遗物会不断强化思念之情 加重精神上的折磨 因此 不妨把有些遗物暂时收藏起来 把注意力转移到现在和未来生活中去 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 我们不图回报 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 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 积累福报 心怀感恩 与您同行 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 我们不图回报 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 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 积累福报 心怀感恩 与您同行